想听我们念一遍,对对对方。 浮井于云,无上涂起, 众赞连心, 敬荡执心,愁无责问, 释放如来,同意道果, 克力奔赐,借力执心。 心知心念觉故, 如是乃至, 终是地位, 终见永无各为取向。 我们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讲到此地, 这是世宫。 终于云要叫莫莽。 正不, 又是无他三无承诺。 必须要把大定的障碍, 要去掉。 在尼云法师的课文里面呢, 指标的无来被菩萨尼。 在尼云法师的课文里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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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层的功夫。 那么我们在经论上, 常常看到佛这样的开始。 我们与善友在一起, 也常常讨论到这个问题。 但是, 在实际上呢, 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 还是用着潘远逊。 这是我们应当认真来检讨的。 如果说不知道, 潘远逊是个妄想。 那可以另当认论。 既然知道这个是妄想, 知道这是障碍, 知道这是毛病, 为什么放不下? 为什么不能写掉它呢? 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 应该要深深地分析。 换一句话说。 我们虽然知道, 我们知道的不够确定啊, 我们是半信半疑。 如果说, 确定的明了了, 我们就会做到。 怎么个不彻底法呢? 当我们最初第一步, 就有了问题。 。 我们在此地看这个新闻, 你看佛怎样教摩南正德。 如今欲言无上菩提, 正发明星了。 我们要不要这样呢? 我们学佛, 尤其是学大臣佛法, 哪一个不希望去研究无上菩提, 正发明星? 那么这个地方, 严字不能当研究奖。 如果当作研究奖呢, 就又落在意识里面了, 那又变成帐了。 这个地方研, 当研究奖。 我们要想研究无上菩提之道。 必须要真实发明。 自家本居, 自家本居, 不生不灭的更新。 所以是正发明星了。 唯有这个办法, 才能够正的无上菩提。 正的无上菩提, 就是如来的果位。 我们俗话讲啊, 成佛了, 那才能成得了佛。 这是大事啊, 这是大学问啊。 。 那么这个大学问从哪里做起呢? 你看看。 是, 应当执行了, 从我所问。 这一句, 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它小看。 无上菩提的第一步, 就在这里。 这一句话, 要再说白一点, 就是不妄于啊。 所以, 赤出世间, 一切学问, 一切事工, 能够有所建立啊, 都是从我妄于开始。 今天的社会, 不要说在中国, 在外国也是一样。 而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说假话的社会。 全世界的人都说假话。 没有一句真实话, 主要想的, 这是个非常悲惨的世界。 说假话的后果, 遭致于毁灭。 所以, 佛把这个不妄于, 定在根本大界里。 以往, 我们想一想, 说几句话, 偏偏人有什么大不了吗? 这有什么大罪吗? 今天, 我们想想, 全世界的人, 各个都是假话了, 才晓得这个问题严重。 作为互隐灭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要问问, 今天要想挽救这个世界。 救自己。 救社会, 救国家, 救世界。 我们从哪里救起呢? 从波望于, 救起来, 非常的有效。 。 我们才晓得这个, 波望于这一条界的重要。 它可以救助一切中的。 所以佛在此地, 你看, 凌凌白白的给我们, 表示出来。 你要想成佛。 你要想证得大菩提。 那么你就应该, 执行成佛所谓。 啊。 句句话了, 都要说实话。 不能带着有一点, 一丝毫啊, 欺骗的, 一丝在。 下面几句说得更好了, 是放入来, 同一道故。 不但释迦牟尼佛如此啊。 是放三世, 业切祝福。 只要他是成佛的, 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都是从波望于修的。 所以望于, 绝对没有成就。 处理生死, 借以执行。 心执, 生死就没有了。 那么由此可知, 生死轮回从哪里来的呢? 。 心也不止啊。 所以才有身死轮回。 心要是不止, 不止。 已。 颜余就要造业。 四种善业。 四种悟业。 四种悟业。 不粮食 不悟口 不其余 这口的四种善意 善意的反过来 就是四种悟意 所感的的果报 就是六道轮回里面 三善道与三我道 那么由此可知 生死从哪里来的 生死是自己 起祸造业 招感来的 结果 不是外面来的 也不是 引路往上帝制造个轮回 叫我们到里面去流转去 没有这个道理的 自己制造 那么换句话 心不直 佛法里面讲知心 我们孔老夫子讲真心 诚意真心 叫真心 真心呢 也就是佛家讲的知心 所以心要正直了 在世间法里面 就身取家 治过平天下 成就其 丰功伟业 造福人群 不得 造一世人之福 果然成真 像孔老夫子 他造千万世之福 只要有人 懂得他的意思 能体会他的意思 能照他的意思去做 就能够得到福 得到利益 所以后人 尊治为万世之表 这有他的道理在 那么佛法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 心 能够成正 我们才能够修菩萨道 才能够修菩萨行 才能够成佛做主 我们要向王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西方极乐世界 主上善人 没有一个人是 达王瑜的 没有一个人是 欺骗人的 所以我们自己 要真正的相信佛 要真正的相信 有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星期四 讲的这个弥超金苏超 就是说这个道理 苏超下次 今天晚上 他送了个样本给我看 我溜溜地翻了几下 我没时间看他 他这个封面没装好 我叫他封面装好 再送一本来看 李延迟大师 做这部书超的目的 就是叫我们 要确信进度 我们确确实实 可以往生 但是要往生 得好好的进度 先知延迟 参谈往生 先知延迟 我们六字鸿鸣 念得才有力量 如果这个心里的 还是弯弯曲曲的 怕的是 像祖师家的 腊月三十来了 瘦忙就烂了 要知道 人生苦短了 苏破 显悟 聪明人 应当 持祝福 进度 这个地方有留念的话 那尘愿再来 这个才叫大丈夫 才是真正有智慧 是个聪明人 那么从今天起 我们就要修执心 主要记住 执心 是菩提心的根本 我难尽的 我难尊的 欲言无上佛提 一尘佛法 一尘佛法 是要以菩提心 为根本的 离开 菩提心 就没有大成法 所以大成法是建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 那么菩提心里面 顶重要的 就是执心 执心从哪里表现呢 从不说假话表现 我们要能做到 一身做人 一句假话都没有 句句话都是真实的 这样才行啊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也许同修我会怀疑 佛经你们常常也讲 有方便妄语吧 这都说 方便妄语是执心 是为了利他 而达妄语 那么经里面呢 也许有例子 给我们说 比如说猎人 要猎一个野物 或者是跟一个 跟一个兔子吧 那个兔子放那边跑掉了 猎人没有看到 让他跑掉了 来问你 你看到没有 我看到了 从哪里跑掉 从那里跑掉了 你也老老实实 不妄语 让猎人把那个兔子猎去 去供求他 一餐之食 这个对于心地 有伤于仁慈 这个说什么 你要为了救那个众生的命 可以打个妄语 从那边跑掉 那个猎人跑掉 就追不到 这个妄语 这个妄语是救一条生命 知性 不是万屈性 是救一条命 所以福福是圆容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 一定是为利益一切众生 绝对不伤害一个东西 这就叫 心知言知 如是乃至 宗时地位 中间永无诸为取向 这个里面应当要注意 两个字叫 宗时 他不说失踪 如果要说失踪 我们从初发心 就要说真诚实话 不万语 那我们成了佛之后 可以万语了 初发心开始 成了佛 是宗了 宗时啊 就是永远都是这样 成了佛又是开始 并不是解释 那月三十过了第二天 就是明年初一呀 它是循环 既然是循环了 就不能说有真正的开始 真正的重量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觉悟这个道理之后 永远要保持着执行 不但这一生 生生世世都要入主 中间是讲在修菩提道理当中 在教化众生之中 永远要保持着执行 永远是正直的 是执行的 这个当中啊 没有任何 委屈之下 大成佛发心的参数 因地不争 因地不争 国招于去 所以 佛在开导我难尊者之心 首先就教给他 这是讲求学的态度 所以我们学佛 能否有成就 都要记住 关系与老师的不多 关系与环境的也不多 当然 有好老师 好环境 对我们来说呢 是一种增上缘 最重要的 是轻英缘啊 轻英缘是说你的心地要真实 老师环境是增上缘的 注意学过四缘分发了 中间永无助为取向 那就是 等无见缘 做缘缘 轻英缘 做缘缘 等无见缘 都是自己的 老师 善友 境界 全都是增上缘的 因此 我们如果学不成了 我们可不能怪老师 可不能怪环境 不能怪别人 而是自己什么 自己本身的 因缘不具足 如果自己本身 因缘具足 增上缘 差一点 还是开花结果 还是会有成就 所以最重要的是 本身呢 轻英的力量要强 这一段开始 大主意就是在此 那么下面呢 就是先教给他 求学的态度 文法的态度 这说明了 下面就开始问他了 孙光南 我竟问如 当如发心 远于如来三十二相 将何所见 谁为爱要 凡是叫这名字 底下的话都很重要 叫这名字提醒他 这个话是专门对你说的 你应当特别注意 这是一切经历的 都是这样 说孙光经问 大陆发心 这个发心是指他发心出家 前面曾经讲过的 问过他的 为什么能够 把这个家庭 妻子儿女富贵 能够写去掉而来出家 文法南说是见佛的三十二相 见到这个好像 他非常羡慕 也希望修得 这种情形出家 那么在此地呢 佛就问他了 佛当时没有直接的来问他 当中有这么多曲折 这个用意很深 那就是帮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修学态度 一个舍听的态度 才能够入得进去 那么你当初发心 就是发心出家 远远于如来三十二相 你将何所见 你是用什么 见到 如来三十二相 你见到之后 你就深欢喜心 你是用什么来 爱要的 那么这就是问他了 你能见的是什么 能爱的是什么 三十二相 是所见所爱 有所见所爱 当然有能见能爱 能见的是什么 能爱的是什么 佛现在要追究这个问题 我们看 我能本者的答复 我能不合言 是真 如是爱要 用我心目 有目观见 如来圣相 心生爱要 顾我发心 面世生死 那么我男的这种答复 可以说 完全是长期 如果佛问我们 我们也是这样答复 你用什么看到 眼睛看到 跟主说 年岁的小孩子 想的 你要问那个年岁小孩子 你用什么看 我眼睛会看 你用什么想 我心里会想 他只知道 他心里会想 能够难尊的也就是如此 我们在问 我们在问问这世间 哪一个人不是这样 人人都是这样 这有什么错呢 错就错的词 我们是在家里说 能见 能够 爱要的 咱们都是 含糊笼统 确实不知道 他自以为知道 如果自己真的是 是晓得这个错误 不知道了 他还得虚心去求学 他到处请教 不知道 自以为知道了 连那个求学上进的路 都给遮断 佛刚无难 如如所说 真所爱要 犹豫心目 若不是只心目所在 则不能得 享福成老 这一段 佛就是进一步 在追究它 既然是 你也能见 莫就是也了 也能见 心呢 能够爱要 那么这个心与 也 在哪里 你一定要清楚 如果说能见的眼 能爱要的心 都不晓得在什么地方 那么你的烦恼 你的障碍就去不了 这个话听起来 我们也会感觉到茫然 心 我晓得 心就在里面嘛 眼不就在脸上嘛 我们的晨劳烦恼 断了没有了 没有断 天天真假 一天比一天烦恼 佛跟我们说了 你要真正晓得 你眼在哪里 心在哪里 你的烦恼就没有了 我们实在不知道啊 证明不了 是佛菩萨 什么问题 都解决了 说 唯恐我们对这个意思还不能够体会 下面再举个比喻给我说 譬如过往 为贼所倾 发病逃出 士兵要当知贼所在 这思路流转 心目为咎 无尽温柔 唯心于目 今后所在 比喻里的好懂 比喻个过往 现在为外面贼呀 所惊扰 那么过往就派了兵 去讨伐去 那么派出去这个军队 他一定要晓得贼在哪个地方 他才能够去讨伐 去平息 如果说那些贼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那么那个兵 也无能为力了 这个地方把过往 比喻着我们的本性 把那个贼呀 逼作尘老烦恼 包括了心于目 这都不少东西 发病 病是什么呢 病是观照般若 你要把那些魔找到 他在哪里呀 才能够降服他 所以后面这几句话呢 是人 直接了当点 整个魔难点出来 就是给我们点出来 我们现在 确确实实 就是这个状况 流转 就是流转 生死轮回 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有出头的日子 谁叫我们流转的呢 心目为咎 眼看了 心里就爱 就起贪心 看到不生眼了 就生疼恨心 所以这个心给也呢 不是个好东西 那么我们要想 研究无上菩提 从哪里下手 首先要认识 心与末 不是好东西 要认识他 然后要找到他 他最近在哪里 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要不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麻烦就走了 会学佛的人 他是抓到了根本 从根本去 成功快 不浪费时间 不会用功的人 从枝末上去 浪费时时多多的时间 还不一定有结果 好像我们砍树 会砍树的人呢 从根上把它削掉 连根把它拔掉 整个树的解决了 马上就搬走了 不会发树的人怎么样呢 先摘叶子 一片一片就把它摘下来 把它装起来 然后在那个小枝 一接一接地把它砍下来 再砍到那个根 挂到那个本 你想一看我累死了 我们天哪不要笑啊 我们就这么干法呢 都在枝枝叶叶上高啊 永远搞不清楚 为什么呢 这片叶子从中摘光了 那一片生了 再到那一片 这一片摘光了 这一片又生了 为什么呢 根本有断嘛 我们这样搞法 不晓得搞了 多少个阿森奇迹了 现在还是翻到冲冲 那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干得寻知罪业 这里摘光了 那边生了 那个侄子生了 那个侄子摘光 这个侄子又生了 所以不能成就 今天佛在论言会上 叫我们的抛根 支支叶叶 叶开不要你回答 没有关系 你只要把根抛起来了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个我的快乐 真真有 有成就 焦邦法司 在本经里面 他所提到的这个真心 说本经里面 讲真心 只有两段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一段 无尽问如 唯心于目 今后所在 主要记住 心是根本 目在死的是 陪尘 这两个字 一个是宾 一个是住 着重在心 不着重在目 古得了 将论言经里面 有其处 真心 而焦光法司 认为真心 只有两处 实际上来说呢 说两处 没有说错 说其处 也能说得通 所以我们不必 要精精 交量文字 其处真心 是真心之所在 面处真心 是真问 心之体相 因此 说两处 说其处 都能说得通 我们 做古人的住宿 乃至于 做佛的经文 最好 不要受他的拘束 我们才能看到 真正的东西 如果说他 俱俗了 不但 真相 见不到了 反而为他 所舒服 那就是 像那个 发达全司 所讲的 迷使 发华 转 不是 转 发华 我们迷在经文里面 迷在 祖师 著书里面 我们 为他 所转 苦不堪言 无聊的时候 那就 转经了 也 转 注解了 所以 这个 关系 有没有 那么 当我们 没有 开悟的时候 我们 要 依靠 住宿 虽然 依靠 住宿 不要 执着 住宿 要知道 住宿 只提供 我们做参考 而行 出学 讲经 我们要依靠 住宿 为什么呢 学讲 我们采取 一家的住宿 等于说 我们 带 某 法师 说法 你比如说 我们要是 采 焦光 法师 的柱子 我们就是 代表 焦光 法师 说法 完全 自时而中 用他的 做法 不能够 穿别的 柱子 到里面去 因为我 代表 焦光 法师 说法 我又不能说 代表他了 又去代表别人 再代表 张三 再代表 李四 那就 讲的 混乱 思想体系 那都乱了 这个诗 不可以 就是 自己 没有 开悟 之前 我们就 代一个人 代表 一个人 首相 能言尽 我第一次 讲 我用教 法师 我代表 他老人 叫讲 第二次 讲 我换个柱子 我用 长水 书 我代表 长水 法师 讲 这些 可不 那两个 和在一起 讲 那就会打架了 那就会出乱子 要懂得这个道理 等到你自己 悟了 了 就不必要了 悟了之后 什么呢 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 你能够 懂得一些 你能够 像开经纪里面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义 如来的真实义 你能够解几分 你就可以说几分 能解一分 你就说一分 这个一分的味道 比代古 古德讲的这个味道 要等候 因为你代别人讲的 到底是个一层 你自己悟得的时候 这个境界清切 他不像他 因此 佛法正在侮辱 所以 我们读到这个 古德的著书 尤其是楞严经 这是 古德的这个著解 个人都有成见 彼此有敌仇 有排斥 我们千千万万 不要卷入 他这个漩涡里的群 请看下面经文 过难不复也 世尊 一切事件 始终一生 同将世心 聚在身内 纵观如来 请莲花眼 宜在佛面 说我尽观思 佛根四成 旨在我面 如是世心 是举身内 你 有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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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